我在中国大陆做了十年的审查 我之前经常说 这种东西叫审核工厂 每个人都是一个一个小国家 然后所有人的工位上 东西全都一样 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 他的后材全都一样 你眼扫过去 它就是一个流水线 在当时网络审查这个东西 是非常有利的 他们只是说招聘内容编辑 或者招聘审核编辑 像现在 现在的话直接就写审核员 像字节跳动他们招聘 直接党员优先 正是握用 每天坐班车到公司查一下邮件 但其实每个人收到邮件都一样 上一个夜班还没有下班了 来做完交班 看一下上个班次有什么危害性的内容 要注意的 然后拿着它 通过删除 通过通过通过删除 然后这一天很快就过来 因为你大概要看几十万字 但是我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把所有的审查日志都保留了下轮 这一月是2010年3月31日的交班文档 2012年几月分明 30日反正面打印的名字 实际上是6月了 2014年10月了 这是下半年的折 这个厚度已经很夸张了 167月了这样反正面 30月差不多 10年的这是14年的 我看一下 已经差那么多了 中约第二天即可 中约及守约 真正的红线其实是没有红线 今天可以管朝鲜的元首叫金三胖 可以 后天连胖子都不能说 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是让你自我审查 是让你困惑 要想反 человеч道也行之 不是把这个学习过遍 我知道该怎么绕过关键词 我知道说什么不会悲善 而是说 我要害怕他们 拒绝自我审查 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工作 它是一个脏活 但是说 我还是坚持 尽量去当一个好人 在我还有 处理用户权限的时候 我会偷偷解封一些用户 在我解封过很多 香港的抗议的用户以后 胆就变肥了 然后正好赶上南方周末的时间 然后我经常看的一个专栏作家 沐龙雪村 他的号被封了 我就想去把 把沐龙雪村号解封出来 结果点击后台一看 是被国新办下令封掉的 结果我就没敢动 但是我还是 把后台的整个截图 发给了沐龙雪村 我决心对抗这个体制的时候 就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 新冠疫情爆发了以后 到处都是检查站 到处都扫手机 我的这种各种搜集行为 要破坏审查系统的这样的行为 翻墙的行为 要帮别人翻墙的行为 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危险 我想不行 基本得走了 直到这飞机起飞 一颗心落地了 就跟那个电影《逃离得黑》来一样 我来美国以后 给我感受非常强烈的 就是说 我终于有了自由 我手机里 我电脑里的 我各种各样的这些翻墙软件 我在拿出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恍如格式一样 非常荒谬的一种取代 我之前我经常运用过这样的东西 它系统 本身是一个作恶的一个系统 这个东西就是 严酷地压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 这套系统 每一个环节都是想方设法 取利你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言论审查这套东西 必须要终结它 自由不是白蓝 不论在哪儿 都要为自由去奋斗 不可以有一天的松懈 不然这个东西 不论你在哪儿 它都会从你指尖溜走 幸连 在哪儿 感谢观看